Rina Romance 這一支跟其他產品的測試比起來 相較其他都是21吋烏克利利 第一 它硬堤數比較多 因為一般我們21吋都只做到12格 那它做到18格 所以就是一個噱頭 所以音階素比較多是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特點就是說 它缺角造型其實讓你在彈高把位的時候 是舒服的 你不會彈不到 OK 然後再來 它的筒聲會比一般的烏克麗麗還要厚 就是一個比較題 就是它的筒聲會比一般的烏克麗麗厚 然後再加上 它琴內部 你從響孔看進去 你會發現它有側邊的立幕 側邊立幕 然後還有底部的立幕 那這些都是影響它聲音結構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些筒聲後跟側邊立幕的關係 會讓它的低音比一般的21吋的低音 還要厚失 這是它的特色 OK 然後再來 像我們一般便宜的彩琴都在一千塊以內 那好一點的彩琴的領受價大概都在一千八兩千 那它的零售價比較適中 那一般的零售價大概是在一千四至一千六十個區列之間 那它的零售價其實是符合消費者預算的 然後CP值也夠高 因為差不多預算你也買不到好音色的琴 那它提供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音色 然後也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手感 因為像它的上弦枕跟下弦枕的弦劇上的設定 都會讓你彈起來比較舒服 大概是這些特點 大概是這些特點 然後再來就是品牌 因為這是一個到到對地 一個從日本來的牌子 那它的母品牌叫ADUKER 然後這是它推出的製品牌 就叫LASS GEAR 就這樣 好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烏克力的測試呢 這品牌是BASS GEAR的NS系列 那這支琴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是 它有21吋輕巧可愛的身體 但是它的格子又非常的多 不會讓初學者在往後彈到演奏 或是需要比較格子比較多的時候 它又要去換到23吋的烏克力力 甚至更多 然後在聲音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非常迷人的地方是 以這麼小的童聲 它聲音的亮度是非常的有的 而且它的價位又非常的划算 是在1000塊到2000塊這個區間 所以還蠻適合大家消費者去做選擇的 那簡單的為大家示範一段 我來講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